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一开播就掀起了一股狂欢 第一期播出之后,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了两亿次 这档节目能如此成功,离不开情怀两个字 看着这些哥哥们重出江湖,展现自我 有些许励志,还有些许感动 第二季的哥哥阵容比第一季还要大 脱离节目的光环,回望这些老派哥哥们的来时路 个个都充满了故事 尤其是个人感情方面 不少哥哥都留下过风流战 一,潘伟博 潘伟博从结婚开始,口碑就一路下滑 这一次在批哥二的舞台上 他唱了一首《反转地球》,表现无功无过 但是在观众喜爱度排名上 他却为了第二,引发了不少争议 回望潘伟博的情路,留给观众的故事太多了 潘伟博曾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七岁就懂得喜欢了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就开始追女生了 他的初恋是一个日本女孩 到了十六七岁,他又开始喜欢黑种女孩 总之那些年,潘伟博交往过八国女友 中美日韩等他都尝了个遍 放眼娱乐圈和他传过绯闻的女心也不少 2004年,潘伟博和张绍涵合唱快乐崇拜 两人暧昧不明,连周杰伦都催他们公布恋情 不过,第二年,潘伟博身边的姑娘换成了斯琳娜 他还说斯琳娜的嘴巴很软 2008年,因为拍摄不良笑话 潘伟博和陈燕熙的关系又变得不清不楚 各种亲密合照流出 2020年,潘伟博终于收心 迎娶小14岁的空姐轩云 却被扒出,轩云不过是名媛产业链生产出来的 紧接着,舆论的狂风咒语席卷了潘伟博 他过往的绯闻情史被翻了个底朝天 没想到,斯生活劣迹斑斑的潘伟博重出江湖 依然拥有不少流量 2.杜德伟 杜德伟出现在皮革2的舞台上 着实惊艳了大众一把 60岁的他身姿挺拔,精神焕发 犹如40几岁的人 他用一首情人唤起大家对他的记忆 那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高潮 节目播出之后 围绕在杜德伟身上的争议也不少 大多是关于他的过往 杜德伟的情史中 吴君如是绕不过去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 风生水起的杜德伟和吴君如走到一起 那时候的杜德伟是圈内有名的好男友 人人都说吴君如很好命 但是8年后 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多年后 吴君如在节目中自爆 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杜德伟在外面金屋藏娇 和吴君如分手之后 杜德伟和模特周问奇走到一起 就在两人如交四期时 杜德伟因为藏毒风波留下了暗底 和周问奇的恋情也吹了 这场风波让杜德伟的事业跌入谷底 这时候一个叫李小斌的摄影师来到了他的身边 李小斌比杜德伟小24岁 他的母亲都比杜德伟小一岁 如此大的年龄差 李小斌的家人极力反对 但是架不住李小斌为爱痴狂 2012年杜德伟迎娶了李小斌 2016年生了一个孩子 年过半百的杜德伟终于收心 告别了花花世界 3.吴建豪 吴建豪向来以帅气著称 在《皮革2》的舞台上也不例外 一首英文歌一身潮流装扮 一个眼神就能引起全场尖叫 20年前一不留心花园 一个F4的组合就奠定了吴建豪的偶像路线 从出道以来吴建豪就绯闻不断 几乎没演一部戏就会和女演员亲密吴建 集中被人津津乐道的 是他和徐若萱那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两人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一见钟情 据说徐若萱一度想和吴建豪结婚 但是吴建豪没完够 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告别徐若萱之后 吴建豪又搭上了十针扇 一个超级富豪的千金 身家高达20亿 两人交往了一年多就分手了 外界传言是因为吴建豪劈腿 2013年吴建豪风光迎娶石针扇 那幸福的画面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白头到老 2018年石针扇彻底撕开了吴建豪的真面目 他控诉吴建豪花心冷暴力撒谎 随着舆论的升级 两人正式离婚了 有意思的是 这场风波并没有让吴建豪塌房 还让他涨了一波热度 多了不少捞筋的机会 这一次吴建豪出现在《皮革2》中 大多数人都已经遗忘了他身上的污点 只剩下曾经的情怀 4.苏建信 2004年 苏建信凭借海阔天空 《死了都要爱》两首歌 火遍大江南北 这两首歌直到现在都是KTV的热门歌曲 不出所料 这次在《皮革2》的舞台上 苏建信用《死了都要爱》点燃全场 对年轻一代的观众来说 对苏建信的了解 仅限于歌手身份 但真正了解他的人 才会知道他的另一种浪荡人生 2014年 苏建信曾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过去十年的感情 就像《甄嬛传》里的皇帝一样 经常在酒吧俘获美女 这些关于苏建信 左拥右抱的画面 不知道被媒体拍过多少次 问感情 苏建信公开过的就有两段 第一段是和主持人张玉皇 年轻寄生的苏建信 在干柴烈火下 和张玉皇有了孩子 那个时候 苏建信和张玉皇已经没有感情了 两人都不想因为这个孩子影响前途 于是张玉皇决定将孩子生下来送给别人 苏建信的母亲知道了 才提出他来抚养孩子 孩子出生之后 苏建信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小丸子 但他选择了隐瞒女儿的存在 自己仍然过着潇洒快活的生活 直到2003年 小丸子三岁了 再被台媒踢爆 苏建信终于承认了自己非婚生女 也是在这一年 苏建信和威威坠入爱河 两人开启了17年的爱情长跑 光看数字 很容易认为苏建信是个长情之人 实际上在两人交往过程中 苏建信多次隐匿了提出过分手 但威威每一次都在原地等候 苏建信也多次回头 2012年年过40的苏建信和威威求婚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浪子终于要回头了 结果迟迟没等来两人的婚礼 直到2020年 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分手后的苏建信并没有收敛 他又被拍到从酒吧出来左右右抱 如今51岁的苏建信依然风华正茂 浪子还没回头 这几位皮革2中的哥哥 各个情史复杂 大多数玩够了就回头了 有的一直贪恋外面的花花世界 如今的娱乐圈 对偶像的品行要求越来越高 专心做事 少摘桃花 才是长远之际 希望这些哥哥在后续的节目中 能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